大家好 我是阅读人曾俊德 在故事介绍所 让我们揭一本好书 探索自己 阅读世界 你有看过心理智商室吗 很多人认为 心理生病了才需要去看 当然看心理智商室的费用 也不便宜 更不是垂手可得 有些知名的心理智商师 要花许多时间才有机会 见上一面 但也有能害怕自己 看心理治疗过程 被其他朋友或同事知道 反而被其他人贴上标签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虑或者困扰 好那么今天这本书 将能够帮助你 成为自己的心理师 本书作者是欧文奥坎 他为专业的心理治疗师 他曾协助陪伴过数千名个案 他要教你如何自己帮助自己 当你懂得这些方法 除了可以省钱之外 更可以在日常进行心理保健 那你可能会想 我真的需要心理治疗吗 心理治疗真能够帮上我什么忙呢 好这本书的作者提到 人们对负面事件的反应都不同 好面对可怕的经历 有的人能够良好的应对并且调试 而有的人则是饱受折磨 如果你对压力有适应不良的状态 或者是希望面对机会时不再胆怯 那么懂得这些自我心理治疗手法 好将能够带给你许多帮助哦 好另外心理治疗还有以下优点 经过目前的科学证实啊 他能够改善大脑的化学机制 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 改善情绪焦虑问题 更能够促进职场与家庭生活的全面提升 也包括他能够打破我们的恶性循环 停下我们的破坏性的行为模式 所以当你要阅读这本书前 建议你可以先准备好笔记本 笔以及你自己 当你越真诚面对自己 你将能够在遇到难题的当下 运用自我心理治疗 作者也鼓励大家可以加入以下策略哦 第一步方法是 了解你的真实人生故事 第二步是理解你的故事 还有它如何影响此刻你 第三步则是 你真心希望从生活中 获得失误又是什么 第四步 心理治疗 能够如何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 第五步则是 为获得更圆满人生 所必须具备的元素 每一点都有许多 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细节 当然进行自我心理智商的过程 觉察自己正在面对难题为何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缺乏一定程度的洞见 我们很难继续下去 并且面对自己心理的难题时 我们会逃避它 以下问问大家 你脑海是否曾经出现过以下词语呢 哎呀事情没有这么糟啊 哎呀事情可能更糟啊 哎呀其他人情况一定比我还惨 哎纠结这个没有意义啦 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听到这里 听到这几句话 如果你忍不住笑出来 好那么这就暗示你要好好正视问题了 运用刚刚所提到的策略五步骤 一一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灵魂拷问吧 但听到这 你会说哇这样的心理治疗 感觉还是好有挑战哦 有没有更快做法 可以每天轻松为自己进行心灵保健的方法呢 好那以下也分享书中提到的快速做法 每天十分钟成为自己的心理师 这十分钟又可拆成四分钟 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 三段时间 分别是早上中午睡前 在三阶段分别要做好准备 保持心定 凡事重启 每天做一遍 帮助自己心灵保健哦 好那第一阶段我们开始吧 先做好准备 十分钟 而这十段最好选在你起床后 能够找到了任意空档 对作者来说 他说这段时间就像挤出时间来刷牙一样 既然我们每天早上都愿意花几分钟 来刷干净牙齿 难道照顾心理健康不是更重要的大事吗 这段时间的目标是让脑中叙叙叨叨声音 能够静下来 将心态调整为更灵活 更适合的状态 以及在接下一天当中 能够好好的充分发挥 而第二阶段则是保持心定三分钟 可以是吃过午餐后 这阶段目标为一整天带来平稳以及安定 并处理已经发生的挫折 调节好你的思绪和反应 并且确保自己在这一天当中 在心理上面好好的照顾你自己 第三阶段则为反思与重启身心的三分钟 可以用在上传前的时间 在你很放松没有任何事情要做 且不会被手机分心时 这阶段目标为进行日常的反思 放下那些没有帮助的想法 让自己好好睡上一觉 所以这每天十分钟 就如同为自己的心灵重新抛光打磨 洗涤每天白天的压力 让你肯定人生脱胎换骨 而这十分钟也将为你带来同理心 并且彻底感受接纳自我的时光 另外如果你要透过这本书 帮助别人 书中提到 如果你也是一个照顾者 好那么无论你多爱对方 照顾身患疾病的人 其实这过程会让你筋疲力尽 不仅你必须要看着对方受苦 更因为你身为照顾者 好在实际上你的生理 情绪 心理上都要肩负着许多角色以及任务 而且经常没有办法得到资源或认可 以下方法能够帮助照顾者好过一点 第一点 好好休息并寻求协助吧 休息越充分 你给予所爱之人的关爱也会越来越多 而第二点就是 观察那些指责你做得不够多 以及失败的罪恶感 好好挑战你内在那段声音 并认清只是毫无帮助 并且错误的描述 这不是事实啊 那第三点 与其他照顾者聊聊自己的难处 这能够让你感觉被理解 并且降低孤立无缘的感受 与其他照顾者聊聊他们的困境 这也能够让你在其他人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给予更多的关爱 那第四点呢 自我照顾 必须优先于你作为照顾者的角色 毕竟呢 焦头烂额或筋疲力尽 只会让你无法给予他人帮助 所以好好记住哦 照顾好你自己 不是自私的行为 这确保你能够如常生活的必要作为 那第五个方法是 写笔记 写日记 有些时候啊 实际说出自己的挫折 或每天写日记 能够帮助你好好消化 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 当然你也可以把治疗焦点 放在想法 情绪 或反应上面 这是一本人人都能够上手的 心理治疗实战手册 当自己的治疗师 与你阅读推荐 成为自己的心理师 十分钟的疗心时光 解开情绪 感受真正的释怀与疗愈 感谢观看